妳知道其實我使用香草呢 我是不懂 但是呢 在我懷孕的時候 其實使用香草使用很多 因為當懷孕的時候 就不能用什麼化學洗髮精 沐浴乳 乾的迷迭香啊 我就把它泡水 泡熱水 然後呢拿來洗身體 這個對獅子還很有幫助 其實迷迭香在研究上面 它的確可以針對我們的獅子 還有大腦的一個多巴胺 有一個提升之作用 但是其實迷迭香最大的原因是 妳們知道為什麼 它會擺在食物裡面嗎 因為它其實它對消化道非常好 這樣子喔 它對消化道 其實在迷迭香 我們在臨床用上 所以用在消化道 而且它對我們的腸臂黏膜 有修復之作用 那接下來我們所講的這個 療育香草系 還有什麼令大家驚豔的香草呢 請看第二名是 第二個介紹的 這是叫做百里香 它裡面有很重要 含有什麼百里香氛 對 沒錯 甚至可以預防感冒 是的 我今天帶了那個 沈香醇百里香 然後這時候就是我們 你可以準備350cc的那個 溫冷水 然後我們這時候 因為百里香它裡面的成分 比較刺激 所以我們不要太多 大概一滴就夠了 一滴啊 一滴這樣一杯水就夠了 對 一滴就夠了 然後我就用這個水來漱口 對 然後你可以稍微含一下再吐掉 請不要吞進去 還可以做防疫的噴霧 是的 一般我們在外面都是酒精加水 然後點精油而已 我今天帶了唇露跟酒精 那這酒精也有一些貓膩 它是植物酒精 因為植物酒精它比較不容易過敏 也不容易產生對皮膚的刺激 今天我選的是百里香的唇露 是 那百里香的唇露 因為我們要30ml嘛 所以我就直接在這裡 放上15ml的唇露 對 大概是20到15ml之間 好 再加上我們的酒精 我加的是茶樹精油 那我們在做香香唇露的時候 我們大概是有3%的劑量 所以這個時候30ml的 派香粉霧裡面大概要20滴 4 15 16 16 18 19 20 很快 那滴很快 超過一滴就是上天的安排 泡茶來講的話 就是最重要的話就是 我們要剪下這個 像我們就是剪下這個百里香 百里香 百里香剪好 老師用這個百里香 對 然後我們要瓢洗 瓢洗 瓢洗完之後 然後再把它放到我們的壺裡面 壺裡面 然後另外我們還剪了薄荷跟薰衣草 這樣子 然後我們就直接沖泡 那沖泡下去之後 我們大概浸泡約3分鐘左右 你喝喝看 有舞弊嗎 聞一下 非常舒服 我們聞到淡淡的那個 香氣非常地棒 非常非常舒服 而且喝完以後 你把嘴巴閉起來 去聞它的香氣 對 就它就整個這樣子吹 看出來 串到你的鼻腔 到妳的鼻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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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好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